歡迎大家收看 喬琳日誌 友善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琳日誌 今天請問要跟大家開箱什麼呢 登登 月餅 好像九月到了 地下就是要過中秋節了 中秋節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身為美食博主當然要推薦一下 今天這個月餅很特別 跟喬琳有一點緣分 就是它裡面有四神湯 實際四神湯是什麼呢 知足感和善解包容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到開箱環節吧 OK 現在跟他們開箱 這個是包裝的外盒 這個是視力裝的 正方面長這個樣子 然後開口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是用這種斷袋 然後你必須要這樣子才可以打開穿過去這樣 互相從這邊穿過去 然後這邊也是 好 穿過去之後 好 鐵盒打開之後就是這樣了 開箱 3 2 1 這個是四顆裝喔 америкenzie 分別上面有寫 知足感恩善解包容 跟茲竹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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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也是包容 四顆不同口味的月餅 然後他這邊還有附餐具 一個刀子 然後幾根叉子 這樣可以給你切 月餅用 然後他每一顆 底下都有一個乾燥機 然後下面就沒有了 好接下來跟大家開箱 切月餅 我們要看一下裡面的杏料 跟大家介紹一下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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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的時候要小心裡面堅果非常的扎實 切的時候有容易散掉的情形 不過這處於是正常 然後裡面你看就非常感覺健康可口美味的樣子喔 接下來要跟他切開的是善解月餅 善解月餅呢口味又叫松子核桃蓮蓉月餅 那他裡面主要的餡料一樣是原粒的松子加上核桃 然後加上南瓜籽的跟我們的瓜籽的 然後最後用蓮蓉下去混合然後製作而成 然後他味道是主要是走清香味傳的路線 然後吃起來會比較香甜然後感覺不膩 那你也可以搭配茶一起吃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他裡面的餡料顏色是偏黃色 屬於黃蓮蓉 對然後大家可以跟等一下的包容月餅白蓮蓉做一個比較 然後接下來跟大家切開的是包容月餅 包容月餅呢名稱又叫松子核桃純白蓮蓉月餅 然後他裡面主要成分要有四種是原粒松子加核桃加南瓜籽加瓜籽 最後呢再加白蓮蓉 那他們家的白蓮蓉是用百分之百的蓮子下去煮的 然後味道是入口乾香會有蓮子的香氣 還有細滑唇香淡淡甜甜的味道 香甜然後吃起來不膩 那你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切面 他會比較偏白色 所以跟上節月餅的黃蓮蓉不一樣 然後這四款月餅呢 我們兼具了傳統、經典、獨創口味的風格 讓人一世難忘 裡面都是無蛋、無低醣、無添加防腐劑 還有用花生油下去製作而成的喔 好接下來到試吃時間啦 首先先吃這個 枝竹 這也是枝竹 它裡面你可以看到有松子、核桃、金瓜籽跟瓜籽 然後它裡面主要這個是紅豆沙 通常月餅大部分都是紅豆沙這樣子 聞起來有一點甜甜的那種紅豆沙泥的味道 我覺得它紅豆本身不會很甜 然後它有點那種細細綿滑的感覺 鬆軟細滑的味道 然後它那些堅果感覺咬起來脆脆的 然後有點香香的感覺、口感 然後它紅豆又很綿膩 然後在嘴巴這樣化開 我覺得很好吃 這個我本身會給9分 對 紅豆還是屬於甜的 可是它不會太甜 先跟大家講 然後接下來是感恩 感恩它比較誇張的是它裡面有 十八種餡料 我來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種 它這個有點碎掉 你來看 裡面很多種料 扎扎實實的 它裡面有花生 然後陽杏仁、南瓜籽、葵瓜籽、松仁跟核桃 然後還有白芝麻 白芝麻、黑芝麻 紅棗丁 喔我聞到紅棗丁 還有另外一個柿子餅跟 有點橘子 荊棘嗎 荊棘餅跟柿子餅的味道 然後還有冬瓜糖 嗯 它裡面還有加百香果的糖漿在裡面 所以百香果跟那個柿子 還有荊棘餅的味道很融合 然後其他堅果就是增加它的口感 吃這個超健康的 它這名字叫做健康五人月餅 可是它裡面有十八種的食材在裡面 然後這個本身跟 枝竹比起來 枝竹是紅豆沙 然後這個是用百香果薑下去做的 它比紅豆來講 它比較不甜 紅豆比較甜一點 所以比較喜歡吃不甜的 可以選這個感恩 感恩是健康五人月餅 然後枝竹是松子核桃純紅豆沙月餅 然後接下來吃散結 大家看看散結 它的橫切面長這樣 它裡面主要一樣是松子核桃 瓜子仁跟金瓜子 然後散結這個是蓮蓉 它是黃蓮蓉 跟包容一起介紹好了 這個是黃蓮蓉 這個是白蓮蓉 散結是黃蓮蓉 它聞起來的味道比較清香香甜的感覺 它跟紅豆沙的味道 差不多是均立體那種甜味 然後它聞起來有點香氣 然後嘴巴也有點香香的感覺 香甜不膩耶 這個吃起來我不會膩 感覺可以一直再吃吃 然後這個也很適合配茶什麼的 嗯 然後跟善姐不一樣的 這個是白蓮蓉 對白蓮蓉 這是它的雙切面 看到嗎 嗯 好 它的白蓮蓉 它是說用百分之百的蓮子下去熬煮 然後煮成的 嗯 有蓮子的香味 這個跟黃蓮蓉比起來 它比較不會黏膩 它吃起來比較平滑 嗯 嗯 有整個那種 蓮子的香氣在裡面 很香 有那種甘甜甘甜的香味在嘴巴裡面 如果這兩個比起來 黃蓮蓉跟白蓮蓉 我比較喜歡白蓮蓉 它比較 沒那麼甜 然後黃蓮蓉跟紅豆沙是差不多甜的 然後白蓮蓉又降一點 比黃 黃蓮蓉還要再降 然後五人月餅在 白蓮蓉又再降 所以最不甜的是我覺得是五人月餅 健康五人月餅 它上面印的是感恩 然後白蓮蓉上面印的是包容 好 好 這四顆我跟大家講一下 知足我會給九分 感恩的話會給十分滿分 它真的是十八種料很實在 而且都是手工做的 然後扇姐跟包容我分別會給 扇姐是九分 然後包容會九點五分 好這給大家參考了 這都還蠻好吃的 而且它是比較新加坡傳統 比較經典的月餅 然後其中它感恩是 比較獨創 然後也比較健康 全部都是純手工下去做的 嗯 這讓人一世難忘耶 會你可能今年訂了會 或者是你吃過你會再想買來送人 然後我這邊會推薦大家環保一點 如果你要買的話可以 我會把訊息聯絡方式放在下面資訊欄 大家可以填寫 然後因為這些喬聯日誌的關係 然後給大家10%的折扣 對 然後全新加坡島可以 都有運費 然後要10塊錢運費 就一個地址是10塊錢運費 如果你滿大概300塊的話是免運費 那如果你要跟同事 跟朋友 鄰居 七門和尾一起團購的話也可以 然後這個盒子是 4顆裝 它另外還有2顆裝 對 那建議大家如果自己吃的話 沒有送你的話可以單買 就是一顆一顆這樣子 沒有這種鐵盒子裝 有鐵盒子裝的話會比較貴這樣 要不要吃 好那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自己的方法 因為月餅通常一顆我們家會切小塊小塊的這樣吃 那如果吃不完的話大家建議可以像這樣子 放入夾鏈袋裡面 然後封好 就可以像這樣子 然後我用的是IKEA的袋子 用其他袋子也可以 然後最後我會再放到冰箱的冷藏喔 冷藏冰就好了 然後下次要吃的時候可以拿出來 然後配茶 都可以唷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的話也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attle 開啟小鈴鐺 冷藏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